我现在所讲的是关于平衡恩典和律法 因为很多人都是在这个律法的控制压力之下 可能是被人、被别人、被自己、被 有些小事他们不明白整本圣经 所以圣经里面的话语也可以有很强烈的控制性 让他们没有自由 我首先解释一下这个恩典跟律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了 恩典就是神为我们做的 祂的福气、祂的祝福、祂的爱、祂的怜悯、祂的救恩 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 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神赏赐我们纪念我们所做的一切 祂怎样看中我们所有都是恩典 然后神也有律法 律法也是非常好的 天堂是完美 因为人都完全遵从律法 但天堂同时也是充满恩典的 如果天堂只是律法 每个人都要做 没有恩典的话 就很苦的 但天堂是充满恩典 也充满律法 律法是 凡是叫我们做的 尊从神就是律法 爱神、爱人、传福音、建立人的灵命、圣从神、处理罪 都是律法 是好的 不是不好 不好是什么呢? 但有律法 没有恩典 就不好了 什么样了? 其实世界上的人都是用律法教导人的 你要怪啊 你不怪我就不给你食物了 你不怪我就打你了 你要正宠了 这种声音我们都听惯了 而且是很多批评啊 你没有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你做错什么 你做得不好 什么做得不好 都是我们常听到的话语 都是很多小教 我们内心也是这样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活在 律法之下 从小就是 你要怪 你要做什么 你要尊重神 你要做什么 都是这些话 这些没有问题 但很多时候缺乏 怜悯 缺乏 恩典 恩典 其实 有些人说 圣经是 很多律法 很多要求 的确是这样 但圣经是 很多恩典 其实圣经 从旧月到新月 都是充满恩典 都是讲到 神怎样建立我们 就是当 以色人 在围炉之家 的时候 神就拯救他们 神就爱他们 就怜悯他们 赦免他们的罪 这样永生赐给他们 帮助他们 神都是为他们 预备的 在新月的时候 更明显的 耶稣开始讲到 讲到八福 都是 你做什么 就有福气 神用很多恩典 推动我们 也是看着我们 在你们里面的 比这世界更大 靠着爱我们的主 我们凡事都能做 都是给我们 很大的应许 但很多基督徒 看到这些 都不容易 放在心中 就是 总是放下 总是想着 我要尊重 我要尊重 没有尊重 没有尊重 觉得很不好 这个 拒罪没有问题 但总是 在罪的控告之下 就不好 因为 总是说 我做得不够好 我们也容易 对人是这样的 你 清洁做得不好啊 你 祷告不够投入啊 你 不留心 听 上课啊 这句话 不是错 但如果他们 就是听到 我们就是 只是说这些话 他们听到 就是要做什么 我没有做好 所以 心里 很不舒服 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实 神 有一个教导 很重要 请你放在记忆里 讨 神的喜悦 是不难的 有些人说 很难啊 为什么 很难啊 哇 要好像 神这样 神要我们 爱神 爱人 很难啊 姚树人 很难 很难 我做不到 所以很多人觉得 讨神的喜悦 很难 但耶稣没有说 你要完美 我才喜悦 耶稣说什么呢 你如果遇见 一个仙剧 你自己不是仙剧 但你接待 这个仙剧 你就必得 仙剧的赏赐 你不是仙剧 但可以得到 仙剧的赏赐 是不是很好啊 好了 你找不到仙剧 你找到一个义人 你接待他 你就得到 这个义人的赏赐 非常好 好了 你义人也找不到 有个小子 但你不能为他 做大事 耶稣说 做小事 可以 一杯凉水 都可以了 就不能不得赏赐 耶稣是 传递什么信息的 你做什么 尊重神 我就很喜悦 这个是不是在录音 在里面 我就很喜悦 就是 我们什么地方 尊重神 神就马上 很喜悦 同时 我们也需要明白 我们需要离开罪 罪有破坏性 约翰福音 五章十四节 耶稣对这个 三十八年 病患 好的人说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教育的 更加厉害 犯罪 可以叫我们 更加厉害 犯罪 也给魔鬼 留地步 魔鬼来偷窃 杀害 毁坏 整个破坏了 哪一方面 有恩典 但同时 我们有律法 但这个律法 不是最重要的动力 如果是最重要的动力 你就说 整个说 我要做 我要做 我不做 就是不怪 就是做得不好 这是律法为主 但恩典为主是怎么样 我侍奉神 神很喜悦 我分享神的话 很喜悦 为什么做得不好 我马上处理 我知道罪的破坏性 所以我处理 这样的话 就很轻松 罪有什么破坏性呢 罪 整个生命都破坏 罪破坏我们的内心 没有平安 没有喜乐 没有力量 没有平安 罪破坏与神的关系 神不喜悦 也觉得自己很内疚 很难与神沟通 罪 也破坏我们语言的关系 有些时候 我们就是没有说出来 但里面有 不好的意念 表情不好 他已经觉得 别人已经感受到 就会破坏 所以我们里面 有负面的想法 已经破坏关系的 有些你看到他 整天都不开心的 他的不开心 已经 令他很难 语言有好的关系 这个就是里面 负面的想法 任何很小 很小的负面的想法 任何的 我活得很辛苦 很困难 很重 就是这样的话 都会很痛苦 任何的负面想法 其实都是罪 有些人以为 不知道这是罪 烦恼是罪 为什么呢 因为烦恼就是不幸 烦出于不需 不需出于性 就是罪 凡是担心忧虑 都是罪 没有尽心爱神 爱人也是罪 所以我们知道 罪的破坏性 但我们动力 是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罪人悔改 不但是 未信耶稣的罪人 任何 信了耶稣很久的人 你悔改 神也喜乐 有些人 不会这样想 他说 我信了耶稣 二十年 二十年 还是不听话 你悔改 神会说 这是你应该做的 没有什么好的地方 但其实一个 二十年 信了耶稣 但与神关系不好 但他说 神啊 我得罪你 求你赏我 神就很喜悦 因为他看到 这个人的心 回转 而且圣经说什么 你藏在我里面 我也必 藏在你里面 这样就多借果子 就是说 他必定回应 他不会 不理我们 他必定回应 而且他就会 叫我们接住果子 所以他很喜悦 我们做什么 小的动作 你没去说 杀美酒 哈利路呀 神就很喜悦 从心里 感谢神 神就很喜悦 做最小的事情 为弟兄 给一杯凉水 都不能不得赏赐 何况 我们去建议弟兄姐妹 帮助人 神更喜悦 所以我们可以 整天地鼓励自己 怎样鼓励自己呢 在西方亚书 三章十七节 西方亚书 三章十七节 下半部分 他因你欢心喜乐 莫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他因你欢心喜乐 很开心的 莫然地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神在不停地 因我们欢呼 尤其是当我们爱神的时候 因为 西篇二十二篇三节说 神是住在 以色列的杂美之中 所以当我们 杂美神的时候 神是很喜悦 祂就住在我们当中的 所以当我们 亲近神 祂就更喜乐而欢呼 而且当我们流行听到 他也欢呼 现在神在欢呼 你相信吗 神欢呼 欢呼的时候会不会笑了 会 神会笑 我们笑不笑了 但很多人很难笑的 为什么呢 太多律法 我做得不够好 这个律法的重量很重的 很多人都是在这种重担之下 所以他们很难有喜乐 他们做了很大的事情 还是说 我还有很多没有做的 是这样的 很多 有些父母是这样的 你做了很多好的事情 但他说 你还有其他要做 例如一个小孩子 他以前考试 三十分 不合格 然后父母说 你不合格 你这样来做乞丐了 他就读书 然后他合格了 六十分 父母说 六十分你不要骄傲啊 你还是 刚刚及格啊 有什么用啊 好了 他努力 八十分 你还是八十分啊 不是一百分啊 好了 有一天他九十九分 他说 你为什么不会有一百分啊 一百分 一分都不能得到吗 人容易这样的 你没有做的 所以人很多时候 你没有做的 他就看得很重 你做了 没有看到 我们自己是这样的 刚才你们清洁 桌子 这个吃饭的地方 你可以说 感谢神 感谢神 我有机会服侍神 你们去洗碗 感谢神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整天都是这样的 就有喜乐 因为神喜悦 神在喜 很喜欢你们有这个心 去学习 建立你的生命 这样你就有力量 但很多人为什么没有力量 没有信心 没有喜乐 没有动力 因为他们觉得 走神的路很难啊 很难啊 有些人告诉我 这是窄路 所以很难 我说你没有看清楚圣经 圣经没有说窄路是困难 他说窄路是少人进去 不要说是难的 你看看经文 就是说进去的人也少 没有说很难 耶稣其实说 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清神的 但很多基督徒说 不容易不容易 因为我常常做得不够好 就看到自己不好的东西 看了不好的东西 很苦啊 很苦 我们自己看到很苦 我们告诉别人 你做得不够好 也令人很苦 我们告诉人 你做得不够好 他就觉得很困难 我做到七十分 你还是说不够好 八十分还是不够好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文化 圣经里面所说的 一杯两水 神也纪念 而且赏赐 我们就看到神这么认证 这么认真 看到我们做什么小事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这样做 我告诉你 我整天都是这样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天父就喜乐了 天父就在喜乐 他笑 他笑我也笑 这个不是骄傲 这是信心 我是抓住神的应许 神说的 我就说 你说的 所以我就这样做 所以耶稣说 你想到八福 你做什么 就是 忧伤的人 就有福了 你所有为神做的 都是有福的 神都是给我们这些鼓励 所以我希望我们一方面 从神真的说 每一天 整天赞美主 爱主 同时 神给我这个祷告的方式 有四种祷告 建立与神的关系 第一种是 宣告神恩典的祷告 神是爱我的 神是看着我的 神是怜悯我们的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神是这么美好 第二种祷告是 敬拜的祷告 从人去神的 赞美主 我爱神 我感谢神 我加上一些 有感情的话 我喜欢神 我抓住神 我需要神 我享受神 很多人说 怎么会享受啊 圣经说 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你就知道 祂是美善 依靠的人 有福了 所以 我们就知道 我们可以尝尝主恩的滋味 但很多人都是 在律法句上 就是有 如仆的心 耶稣说 圣经说 我们可以有 而你的心 可以称呼 阿爸 阿爸 父 阿爸 哈利路亚 常常相信 他很喜悦 所以我鼓励你们 整天这样祷告 就有力量 我告诉你 我整天都尽量在这种状态 所以你看到我坐下来 我就唱歌了 哈哈哈哈 因为神帝就是很好的 所以 我们整天说 赞美主 神就喜悦 祂在笑 哈利路亚 祂笑 我也笑 神就很喜悦 其实神是传递这个信息 为什么人听不到 其实我告诉你 我信了耶稣很多年 我做了牧师很多年 都没有看到这句话的意思 后来神才开我的思想 明白 讨神的喜悦是容易的 我以前很多年 都没有讲这个道 圣经说的 你为神做什么好事 神都喜悦 但不要骄傲 不是说我很伟大 不是 因为圣经也说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衣服 我们的衣 都是不洁净的衣服 都是我们的罪 我们的好行为都有罪的 为什么呢 我们帮助人的时候 有些时候不耐烦 我们打告的时候 有些时候没有信心 服辞人的时候 有些时候会烦恼 担心 这个都是罪 所以我们的好行为 不是完美 但神还是接受 但我们悔改 但不要骄傲 不要说 神啊我今天做了这么多 请你 按照你的应许 给我赏钱 我们不能接受 不能这样说 如果我们这样说 神就会说 我看到你里面有罪 你不配得 我们不配得赏赐 是恩典 赏赐是恩典 不是配得的 所以我们就说 我为神做的 神都喜悦 所以我整天都开心 这种祷告 刚才我说的 宣告神的恩典 然后敬拜神的祷告 然后互动的祷告 是怎么样呢 我每一次祷告 神就喜悦 圣经说的 祂就喜乐而欢呼 祂就很开心 我也开心 神开心 你想一想 如果耶稣在这里 我们一边很开心 祂在笑 你会说 耶稣也笑 我也笑 你不会说 我不敢笑 耶稣说我也笑 为什么你不能笑 所以我们对神的看法 要改变 不要以为 祂是很严肃的 祂有严肃的一面 祂审判的时候 是严肃的 但你留意 祂对法利赛人说话 是很严厉 但祂对门徒说话 都是带着应许 所以祂指着 他们没有信心 祂马上就说 你有信心 这样一粒 这菜种 就能够遗伤 所以 这里告诉我们 虽然耶稣 指着他们有罪 马上给他们应许 耶稣是常常 让我们活得 很轻松舒服的 让我们 黯然居住 平稳 安静 在神的里面 不要有压力 我告诉你 改变这种 稀想的方法 需要时间 我 以撒姐会告诉你 怎样处理 然后第四种祷告 这是伟圣的祷告 神让我愿意伟圣 去爱你 伟圣做你 吩咐我做的 去遵从神 我想告诉你 我刚才所说的 平衡恩典和律法 跟恩典福音是不同的 恩典福音 但是讲恩典 没有律法 我也去讲律法 我也说犯罪必有破坏性 我们必定全力的处理罪 有罪的意念 我们发露 里面有露气 马上处理 因为露气有破坏性 有些人说我没有骂人 就没有罪 不是 当我们里面 有一种露气 不喜欢某一个人 已经影响我们 与这个人的关系 也影响我们内心 没有平安 也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 所以任何罪 都有破坏性 我就留意到罪 我知道它有破坏性 任何负面想法 我马上就说 奉耶稣的名 我要用神的观念取代 神的观念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 我要祝福他们 我坐在他们身上 虽然他们不接受 神还是喜乐 还是喜乐我祝福他 所以我乐意地去祝福人 这个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将神的话语 充满我们的心灵 我们就整天都满有神的恩典 好了 我们怎样改变这种律法的想法 改变呢 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人讲道的时候 我不去说他们 我的意思不去批评 我的意思是 我希望更多人 去用圣经的方法 耶稣鼓励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是用恩典推动 都是讲道 得胜的 得胜的 我就将什么恩典赐给你 常常都是我允许你们的 所以这个是神的方法 神的方法不是 你要做你要做 你留意 耶稣没有这样说话的 就是彼得快要否认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什么呢 撒但想要塞灵魂 塞灵魂 好像塞魂 普通话 就是那个用的塞 塞 我鬼 我鬼想要塞你们 好像塞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这样你不至于 是的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弟兄 彼得快要否认耶稣 但耶稣马上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 我知道你犯罪 你要犯罪 我不是骂你 我去为你祈求 这样你不至于 是的信心 然后你回头以后 我也托付你 去兼顾你的地方 所以已经马上信任彼得 不去骂他 我们就看到 耶稣的心去看中人的 鼓励人的 建立人的 给他们很多应许 所以我们要 将神的应许放在记忆里 整个心灵都充满神的应许 也充满我们应该做了 但必定有应许推动我们 怎样改变 这个很多连的习惯 第一 这样很多恩典的话 如果可以用 在你的圣经 可以用笔画起来 你可以写这个恩 这个恩字在旁边 就是恩典 我以前用三种 颜色 红色的 好像耶稣的宝血 就是恩典 然后蓝色的 去想法 去惩罚 警告 然后绿色的 好像这些草 树叶 这是基督徒应该做 也是律法 这是应该做的 我用三种 三种颜色 画我的圣经 以后我看到什么 圣经的话 我马上分辨到 去恩典 还是律法 去奋斧员做的 还是挤折 然后我听人说话 我也听到 他们说是什么话 我听到很多人就说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没有做什么 我都常常听到 我做很多 婚姻辅导 我都放着他们很多手 都是说 他不会做的 他永远不会听话的 他永远不会 以我扣通了 我辅导的时候 他马上就 指责另外一个人 他以为 指责就会改变 其实 指责不会改变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心中 深圣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鼓励你们 将神的应许放在心中 常常放在记忆里 常常送读神的应许 放在记忆里 相信我所做的是神 喜悦的 有罪马上处理 然后我就看着主 处理罪 侍奉神 神必定喜悦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有些人 以前发露很多 现在改善了 但还是有些时候发露 他们就会说 我竟然又发露了 又犯罪了 但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已经在进步 现在求神赦免我 我尽快再处理 减少再减少 但我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 我已经进步 我就可以开心 但很多人不是想着开心 他们就说 还有很长的路 但耶稣不是说 一个小步 神已经喜悦 所以我们有这些圣经的观念 我们留意到 我们有什么律法的话 对自己说 有些人说 你犯着罪了 所以你祷告 神也不喜悦 这个圣经没有说的 一个罪人悔改 这是他 未曾完全改变 神也喜悦 你看这个税吏 去到圣殿 这个税吏是不是已经改好了 他说不敢忘天 就是说 神的开恩 可怜我这个罪人 他是不是已经完成改好了 没有啊 他就是开始说 神的开恩 可怜我 他没有改 还没有改 就是求神圣殿 神已经喜悦 已经称他为一 所以在这个路上 我们向神的路去 神就喜悦 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我们不要说 我现在这个路 我今天还可以 还可以骂人 伤害人 我们一次 也不要骂人 不要伤害人 不要令人觉得不好 我们 但偶然 发露 我们就马上出现 圣灵 也请他 有数 然后我就再 继续的处理 圣灵 我说骂人 意思是什么 令他觉得 灰心的骂人 我们可以 挤着人 但用有何的方法 你有没有想 刚才你说 做的有什么后果啊 你可不可以 你觉得 有没有什么 可以改善 用这些方法 也是有效的 不一定是要骂人 因为骂得多 他其实会觉得灰心 不会令他觉得开心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 欣赏的方法 引导的方法 你觉得可以 怎样改善 我留意到你的努力 你做得很好 你可以继续进步的 好不好啊 继续进步好不好 就是用 这些恩典的鼓励 所以首先我们留意 自己对自己 有没有这些控告 我们就相信 我会赶神马上喜悦 我进步 神必定喜悦 虽然我有软弱 神还是喜悦我的进步 但我知道 罪必要破坏性 所以不允许 任何一样罪 流露出来 在心中有罪的意念 马上处理 神就很喜悦 这样的话 我们里面 都是充满正面的 我自己鼓励 你们每一天 起码一百次 一百次 整天说 赞美酒 哈利路亚 神也喜悦 我也开心 哈利路亚 当然我自己 已经有这个信念 在里面 所以我不需要 告诉自己的 但我每一天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已经很喜乐了 因为我记得 神喜悦 所以我有喜乐 哈利路亚 赞美酒 神也释放我的情绪 我告诉你 我小的时候 我家庭是有离婚 常常骂人打人 都是常常在这种情况 长大的 但神依据我 让我可以开心笑 我小的时候没有笑的 但我现在可以笑 这是因为神喜悦 所以我鼓励你 整天都在这种状态 常常鼓励自己 我做什么好的事情 神都喜悦 虽然有不完美 神还是喜悦 如果觉得 我做了还是很多问题 你就说神啊 我需要你帮助 神也很喜悦 你说神啊 我需要你 请你帮助我了 神也很喜悦 这样的话 我们就总是正面 然后我们也留意 除了对自己 也对人是怎么样 是不是常常说正面的话 我欣赏你的 所做的一切 我欣赏你的努力 我欣赏你的付出的代价 你在进步中 我看到 我很欣赏 我希望我们都会这样说 虽然你说他还有 很多东西没有处理好 但你越告诉他 这些没有处理好 他就越难 越难进步 人是这样的 你还是不能集中祷告 他就常常想到这个 不能集中祷告 其实我们需要 每个人的思想 是看正面的多 还是负面的多 神的美善 人的美善 负面的是 人的不好 自己的不好 很多人是常常看到 人的不好 自己的不好 但我们应该学习 多看神的好 人的好 我们就开心 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们可以引导 你想不想改善 你虚很宝贵的 你虚很宝贵的 你知道吗 你虚很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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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都很宝贵的 你可以大大发挥的 你被人使用 可以大大的发挥 你的生命可以提升的 你想不想有些进步啊 你觉得可以怎样进步 这个用引导的方法 提问的方法 好了 我刚才所说的 是很简单 将这个平衡恩典 文律法讲出来 对自己 对别人 很简单 你们有没有提问 可能有人说 这个人不听话 怎么办呢 不听话 我们就可以说 神很看重你呢 你想不想进入神的计划 还是你想生命有破坏啊 你想不想 他说想啊 但我做不到 这个好 你想 但做不到 没有问题 你想就可以了 你想 就一天多次的说 神啊 我需要你 我赞美主 神就喜悦你 我鼓励你们都教导人 都是这种祷告 祷告就相信神很喜悦 所以就开心了 你这样做 神就喜悦 你就 你就更有力量 其实 更喜乐的人更有力量 常常被 指责的人 没有力量 所以 他常常都 你说 你在 你有这个心想进步 你就可以 有心了 神喜悦你了 你必定进步了 还有其他的问题 好了 你一步一步的进步 你就处理 这些是不好的 你相信这些是不好的吗 你相信 能不能够有这个罪的意念 想骂人 马上就说 骂人不好 我就处理 然后另外有一种人 一种人 他不想改变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说 你想不想改变 不想 懒惰 不想 你不想的话 你想到 你的生命会怎么样 他可能不愿意回答 但可以 我们用引导的方法 帮助他思想 你觉得这会 对你的内心 当你懒惰的时候 你的内心觉得怎么样 你犯罪觉得怎么样 他如果去得救的人 他会有些感动 这是用引导的方法 帮助他了解 最后他还需不听 我们就可以说 你有没有想到 你要面对神的审判 惩罚 这个很痛苦的 神的惩罚 在地上也是很痛苦的 你想不想 离开这些罪啊 他真的不愿意的话 这个责任就在他身上 但我们还是可以鼓励他 用多些恩典 为他祷告 让他进入神友 让他有动力 好的 你们有没有什么提问 我刚才所说的 你能够应用出来吗 你能够应用在自己身上吗 我觉得这些话特别的有正面 你刚才举的一个例子 对我都有挺大帮助的 比如说耶稣知道彼得马上犯罪了 他不是说 哇你这么没良心 我对你三年 你竟然否定我 是不是 他没有这样 反过来安慰他 我已经为你祈求 你得罪我 你得罪神 你否定我 我已经在神的面前 替你祈求了 我不关于 哇 这度量大不大 是不是 但如果每一个 我们处理问题 都这样子做的话 那就比如说 你这样子对我 我都不好意思了 是不是 但是的话呢 彼得知道这样子了 他还照样犯罪 是的 是不是 他其实是没有想到这个 在众人面前 然后被问 你是跟从耶稣的 他这个时候很惧怕 就忘记了 就忘记了 不是忘记了 他反正就是 如果他成功 他就跟耶稣一样 他忘记耶稣说 你会上次否认我 他没有想到 他现在去否认耶稣 他就是当时很怕 对他怕了 他就 他怕就忘记 忘记耶稣说这句话 出去计较 以后他才想起耶稣的话 所以一个人一吓坏了 啥也不会了 啥 是的 好的 你们还有没有提问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